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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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但愿你能在我身边 让距离从此不再这么疏远 若真如初见 只但愿我能处你心结 让你我把这温宛从此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兄弟 你救救我 我是假人哪 假人 没想到真的是你 是我 真的是我 董兄弟 你难道忘了 当年 就是你们 喊东腊运 把我和我娘宋宋家赶出来 让我们煮泼妙吃干水 你忘了 你忘了 佳人 你恨我 我可以理解 但你为什么要伤害杨云友呢 杨云友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错了 我错了 董兄弟 求你原谅我 我知道我错了 你要再不救我 我就死定了 我真的再也嫁不到我娘了 董兄弟 就你看算 我们是 我们是半个兄弟 一个亲爹的份上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董兄弟 好 假人 你给我下个保证 你说 什么保证我都能下 你说 如果我救你出去 你出院以后 绝对不许再做伤天害你的事情 我保证 还有 绝对不能再去伤害杨云友 我保证 我保证啊 你放开 我保证 你放开我吧 好 李兄啊 时空什么时候新刑 明日午时 才是搞战刑 李兄啊 还有救吗 你想救他 能吗 按大明法律 十恶不赦 这个假人 倒不是在十恶之列 其情尚有可理解之处 所以按旅当展 但应该可以缴纳罚金 买条性命 罚多少 两千两 两千两 如果再多加一点 对他有帮助吗 刑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至多可以捡到充军发配 多给也没有用啊 你真想帮他 李兄啊 当初家母将他们母子俩 赶出东府 终觉良心不安 整日吃斋念佛的 倘若这次 假人真的被执行死刑 家母知道了 一定会包含终身的 我想为我母亲 过去的工作 做些弥补 董兄的心思 可以理解 这个假人呢 要没有你这样一个兄弟 他哪有活命的机会 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银子 董兄 我派人跟你去去 你就别来回跑了 好 好 我觉得啊 这里有两个地方 还有不妥之处 你看这里是不是 再看这里 董主持 申大人请您到他房间里去一趟 有事吗 申大人没说 好 他们交给你们 在这边 会 你 你 有事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救得了你一时 却救不了你一世 那日我同小姐说 董主事乃江南明世 人中凤凰 岂肯受他人强迫 如果真喜欢董主事 那就绝不要以告官之事相协谱 所以张小姐 才一直没有对董主事无利 不过 这也只是一时的缓兵之计 如果董主事继续拒绝的话 张小姐一旦绝望 还是会做出一些 不计后果的事情 申大人所言之意是 董主事 你可是绝顶聪明之人啊 该做如何选择 还需要问我吗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 上次我已经跟首府说过 下官早已有一心一致 如果反复 首府岂会同意 董主事 这你大可放心 只要董主事愿意 首府那边就由我去熟透 到时候你说点漂亮话 那此事不就顺水推舟了吗 多谢大人许成 下官感激不尽 子白 他日富贵 可不要忘了我这个月老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李兄啊 这一次多亏了你帮了我大忙 给了我机会 让我能弥补母亲的过程 是 董兄不必客气 只是希望师公能翻人回物 重新做人 嗯 你说申师刑找你提亲了 是啊 你答应了 答应了 不答应不行了 不答应他要是被抓起来 没了 你会被抓起来 找你 你被抓起来 他是不是 知道 autism 大人 绅士兴和董启昌到了 快请快请 您请 大人 叔父大人 二位真是少见哪 快请快请 请请 今天正好有四川 送来的云丝饼 请两位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吧 好吃 好吃得好呢 确实好吃 大人 看你今天如此开心 恐怕 不会只是因为饼好吃吧 你说说看 依下观看 主要是看 是谁吃这个饼吧 此言虽是直白 倒是解得颇为不差 此外啊 我听申长也说 你愿意娶 我的女儿为妻了 收复大人 下官有要事陈情 恳请收复大人 拨入聆听 有什么要说的 一切到来 收复大人可曾记得 下官曾经说过 心中有一心仪女子之事 不错 我记得 此女愿为航城寿马 下官在出使之前就已认识 本已定亲 后得之事兽马 故有推进 之后 此女又被迈入青楼 下官时不忍其沦落封尘 为其赎身 后来此女 到了京城 在云香斋作画 再下去汉林院就职 在京城又遇到了她 便要她同住在府中 虽然互相爱闻 却从无夫妻之事 后来张希珍小姐知道此事 便到下官家中殴打她 并警告下官 如果不和张大小姐好 就要将下官 包养纪念一事告官 下官明白 如果告官将锒铛入狱 此事如果在传指 首府大人而终 首府大人必定会认为 我董其昌是个无耻之徒 下官实不愿 被大人如此看待 只好借此机会 向阁老臣情 董其昌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还不向首府大人请求赎罪 那子女现在何出啊 你从府中搬出了 下官寻找多日 一直没有消息 这些事 东启程 此事我知道了 刘已决定是 你下去吧 下官告辞 宣仗员 行 夏官在 张熙真逼婚 可有此事啊 回 大人 却 却有此事 这转一圈就回来了 这房子可敞亮了 厅堂一间 堂屋两间 厨房一间 柴房一间 家具齐全 进来就可以住了 老伯 这房子多少一两啊 文银五十两 太贵啊 能不能便宜点啊 你给个最低价 咱们都是石城人 客官 这已经很便宜了 爹 我们就订这家吧 听女儿的 进这家 来来来 李大人 本人姓安 督察院左监督御史 安大人 事营 事营 好 请 请 李大人 听说你前一段时间 审理过一个云香斋 杨云友的女画师 和一个叫 世空和尚的案子 好 是有这么回事 请问 安大人找本官是 收服大人交代 督察院调查 汉林院编修 董奇昌 包养岳户杨云友一事 此事啊 怎么 李大人知道此事 此事之前 本官已经调查过 好 那可再好不过了 好 安大人 你稍坐 好 我马上给您取 相关的卷宗来 好 往左点 再往右一点 过了 往右点 再往右点 行 我没有想到 回来 还是静不下心来 妹妹 你不是想嫁人吗 不如我在店里 帮你折婚得了 我只想找一个普通人 完成我的承诺 我不同意 你需要随便嫁出去 不能进 买块在卖面 别看了你们 出去 不卖了不卖了 卖完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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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败了 出去 她花店开得挺热闹 她答应小姐的事呢 她什么时候才能澄清啊 别急 别急 我说你啊 着什么急啊 她想嫁人 还不快 难不着急呢 你说 你们怎么太上这么个祸 这人生对于熟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的 我们是来求婚的呀 对呀 我们很真心的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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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大家都是真心的 可是你们也不能斗牙炒七八乱七八糟的 我们家小姐也为难 答应谁拒绝谁都不好 所以买块求婚等我们商定后再告知大家 好 从现在起本店闭门 真是的 这帮人真是气死我了 景泰 客官请慢走啊 敬你一呗 景泰 来来来来 慢走 客官 礼拜请 好 干 干嘛 你姓杨 不 不姓杨 你认错人 选谁 晓二 来了 结长 不用找了 客官请慢走啊 晓二 来了 听说 刚才结长那个老婆姓什么呀 好像姓 姓 姓杨 姓杨 行 包扰人家 停 停 往上去好啊 来 给您 拿好啊 来 王 你不是说你不姓杨吗 不是 那我来帮你 不是 那没 不是 我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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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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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死我了 怎么还不来啊 急死人了 妹妹 你先别急 我给你倒杯水喝 伯父他在杭城 是不是还有什么朋友 是不是一高兴 就在朋友家多待了几天啊 不行 姐姐 走 我们去找她 走 画朔航城奇女子 是手拿毛笔 躲过的恶和尚的反托 在她头上刷刷刷 画了几笔 对 猜猜 画了什么呢 王大师的山水吗 米服的大山 都是 在那凸里头上挂了一只乌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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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怎么样了 假冒董奇长的恶和尚 当时被气的是口中鲜血昏倒在地 头顶着乌龟 被送进了大鹅 果然是过瘾 那奇女子她是真的那么厉害吗 当然 那江南奇女子的画工 比董奇长来说是至枪奋弱 而且她在京城流利场开了一家店 名为云香斋 生意兴隆 大官贵人 独夸自己 求官求化 日夜抬着长队 足有十里开外 真想见见这位奇女子啊 这就是京城最近流传的江南美娇娘指斗 假奇堂 二位客官 这边请 小二先不急 问你点事 最近有没有一个叫杨向夏的老伯来过 杨向夏 就是那个经常喝一两黄酒 吃一碟花生米的老头 你是说杨老伯呀 对 她很久没来过了 找她什么事 谢谢啊 谢了 妹妹 你放心 我想杨老伯 也就是出门两天随便走走 咱们能找到她了 她能去哪儿呢 都找了后见天命 妹妹 有封信 我爹的 快 妹妹 伯父到底去哪儿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爹说遇到固有了 在固有家小住一段时间 当时走得太急 没来得及告诉我们 我就说没事吧 妹妹 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 姐姐 等我成亲之后 我还要画画 等你找到一个如意公子 我就踏实了 还是你来画画 我来张罗 这次一定过得很顺心 到时候我们得开分店 开分店 嗯 好啊 她以为她自己是谁呀 王上选壮业 公主挑驸马 不过如此 就是 你说说啊 这小姐的眼光这么高 这翻面整个行程 也没几个人选呢 我看呢 成不成我们试试就知道了 再说见见美女也养眼哪 是不是啊 杨小姐开始争讨了 我们回京城的日子 也有盼头了 兴许还能邀功呢 张小姐一开信 咱们哥儿俩就可以 好好潇洒潇洒了 哎呀 那还等什么呀 快写信 给小姐汇报情况去吧 好 走 走吧 走 依我看的 只怕是人家小姐烦了你们 为了让求婚者望而却顾 想出的缓钉之计呀 禀报大小姐 小大案小姐的吩咐 一路派人盯着杨盈友 据密探汇报 杨盈友在航城开了家画店 然后就开始征婚 应征的男人众多 步伐条件优越的公子哥 还有达官贵人 想必他没有多久 就会成亲了 但是 暂时还没有人应征成功 哥老 岳户杨盈友 我住在董奇昌府中 有无夫妻之实 戏给董奇昌定罪之关键 经调查 董奇昌与岳户杨盈友之间 确无夫妻之实 所以 在董奇摄 是 杨盈友 在董奇 吃 你 爹 你 你 看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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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姐 董公子 张小姐有事吗 我听说 丽布要将你外放到穷州 我想 张小姐想什么 我想跟你一起去 董兄 那我先告退了 叶总 多谢张大小姐的美意了 董七昌恕难从命 董公子 董公子 我不是在命令你 我是在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带我一起走 董公子 不要 张小姐 张小姐 请你冷静一点 是在中气 董七昌 董七昌 在你心里 那个杨云有那么重要吗 在你眼里 我还不如一个青楼女子 我还不如一个青楼女子 想一想 也真是可怜 董七昌 归为首辅之女 竟然能放下大小姐的身段 这么苦苦哀求 师叔不易呀 董兄 这么一个女人 在你面前哭泣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心软吗 丽兄 我 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看见她哭泣的时候 我却想起了云有 我不能就这么去了穷州 万一云有回来了 找不着我 怎么办 董兄 那你有何对策 自从董七昌 内外放到穷州 而这珍珍啊 点点以泪洗面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看着她啊 心就像被刀割一样 那样子 老爷你快想想办法呀 你呀你呀你呀 你就别哭了 我现在 我现在押着力部 迟迟没有宣布 只是对外宣布 要外放董七昌的消息 不就是在我真真想办法吗 这算什么办法呀 你不知道啊 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间越长 他就会改变呢 到那个时候 他可能就会妥协了 真的啊 真的啊 你看 我说不错了 哎哟 这个真真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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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公 在 你想出来吗 想啊 那你去给我办件事 什么事 你去把杨云友那个小县人 给我杀了 赵宝 让他们把师公放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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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公放不得啊 要是放了他 那恐怕就 我不管 你去给我想办法 说好啊 说说说 你又说好啊 你又说好 你又说好啊 你又说好啊 说什么 说好啊 吃饭以后又是想好汉 是啊 走好啊 师公 师公 一路快走 有他师公 走好啊 走好啊 师公 师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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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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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啊 走 走 快点 走 多地 走 走 我去离尽 再走 大家都有人 什么意思 你要带主智空 不错 快把沐家解开 别啰嗦了 快解开 快解开 那我们不管了 公文在此你还管什么 走 智空 小的在 这是我家主子给你的金牌 有了他你就可以畅心无所 这可太好了 别忘了我家主子交给你办的事 笼子里有支信歌都给你了 知道该干什么吧 知道啊 请告诉张大小姐 事空愿为他肝脑涂地 大人 事姓啊 董奇昌最近 有什么动静啊 回大人 董奇昌将马车停在本前 上面装满了行李 已有数 这什么意思啊 看情形 似乎只是要接到公寒的话 他就会即刻出发 这个董奇昌 真是故意做给我看啊 他睡在哪儿啊 他每天晚上都睡在车上 好 这跟董奇昌真是聪明的很啊 聪明 大人 下官愚昧 聪不聪明 跟他睡在哪里 有何关系啊 他睡在屋里 他就是傲慢 他睡在车里 就是顺凑 一个不肯放弃原则 又乖乖地接受惩罚的人 你说让我们怎么样 下狠心地去打击他呢 是啊 大人 那就这么放过他 是行啊 我看这件事就到此结束吧 不要再折腾了 让董奇昌回汉林院吧 是 大人 可是大人 这么一来的话 珍珍小姐不就 可惜啊 一个这么懂得居身的人 却不能成为我的女婿 珍珍这孩子 没这个命啊 唉 一朵茉莉花 芬芳满枝芽 现实的牵挂 开在心里慢慢融化 烟雨龙沙 蝴蝶无声夸 遇见你在刹那 在葱中飘飘洒洒 唯恐这种不久就归呀 那花余花在多芳菲呀 烈烈不舍有一些挣扎 却没本事不爱上她 那些套命中注定的话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加似成绒一世水墨花 画好圆圆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面花 蝴蝴蝶无声 蝴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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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恐这种不久就归呀 那花余花在多芳菲呀 烈烈不舍有一些挣扎 却没本事不爱上她 不是她命中注定的话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巧思情浪一身水墨花 画好远远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棉花 叶叶属于她的花 耶耶耶 不如收下一朵梦的花 你是她命中注定的花 转身寻找真爱宿命吧 巧思情浪一身水墨花 画好远远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棉花 叶叶属于她的花 你是她命中注定的花 转身寻找真爱宿命吧 巧思情浪一身水墨花 画好远远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棉花 叶叶属于她的花 耶耶耶 女人生下一朵梦的花 遥远的花